疫情拘緩 美式賣場 試吃回歸 也趁著春節前後 寄出了滿滿新品給民眾嘗鮮 沒想到竟然有學生 把試吃當成吃到飽 一週去五天 在IG上秀出了戰利品 濃湯 牛奶 各喝了大約二十杯 藍莓更吃下了高達三十顆 蘿蔔糕 佛跳牆也沒少拿 讓其他消費者直呼 實在是太誇張了 現見高檔 北海道干貝 阿薩里讓民眾免費嘗鮮 鮮甜軟嫩 吸引掏客 大排長龍 還有人吃不夠 再排一輪 另外就連油脂豐厚的鮭魚也吃得到 還有濃湯 飲料 水果 也通通沒缺席 美式賣場是吃份量給的大方 不過竟然有學生 直接當成吃到飽 在IG上秀出滿滿戰利品 光是蘿蔔糕就吃了七塊 炒洋蔥 金針菇拿了十盤 馬鈴薯濃湯喝了二十杯 芝麻杏仁脆片還吃下三十五片 佛跳牆也沒少拿 牛奶則喝了二十一杯 藍莓更吃下高達三十顆 一週就去了五天 拿好拿滿 填飽肚子才罷休 雖然是試食品 但是我覺得我們不應該是抱著那種 吃buffet的心情 我覺得這種比較不太文明 雖然是沒有辦法 但是我覺得這是個人的那個 道德跟價值觀 民眾忍不住搖搖頭 不過沒事賣場回應 試吃是讓會員有機會嘗試商品 不會因為少數特例而去限制會員 但律師就提醒 如果利用店家不注意 將所有試吃品打包帶走 就很可能觸罰 所以在沒有經過廠商的同意 或者是超過廠商同意的情況下 在趁廠商不備等等的情況下 去索取這些試吃品的話 那都有可能已經涉犯了這個刑法的 竊盜或侵占的罪行 把試吃當吃到飽 美食賣場也拿他們沒辦法 不過如果行為越過了底線 恐怕就得吃不完都著走 結帳報導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